桑子姐 我走了 妈妈 喂 妈妈 你下班了吗 我爸爸带我去吃了 俄罗斯菜 我和爸爸今天去玩了雪滑梯 可好玩了 全是雪做的 冷不冷啊 有没有多穿点衣服 一点也不冷 我穿得可多了 我都会变成扁皮熊了 想不想 妈妈 想 妈妈 我和爸爸 给你买了一条围巾 为了我给你试一试 好不好 可漂亮了 妈妈 我的余子像上了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你跟爸爸说 你都想好了吗 你都想好了吗 我希望你明天就给我弹 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好吗 这样好吃吗 我真的希望我们一家 能够重新在一起 Scrub 下班了 喂 怎么了 选选明天就回来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能怎么办 找了五年才把萱萱找回来 她就是我的命啊 是啊 这妈都离不开孩子 可你要答应了关号 弓箭怎么办呢 我也想跟弓箭好好的呀 可要没有小萱 我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萱萝博努 Zither Harp 作曲名镜与点栏目 录杨斯 录杨 录杨 录杨与点栏目 小萱萱 录杨 录杨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萱萱 录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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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得太迟 风把头发吹乱 习惯自己梳理 按下手机按键 只能打给自己 不能给幸福 下一个定义 大地是一起说笑 一起承担风雨 转过几个转弯 才会遇到知己 经过几次诗曲 才会懂得珍惜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喂 流浪的心才停止 小嫂 你到了吗 在暗夜哭泣 我今天不过来了 幸亏遇到你 在哪儿呢 在街上 让我过去陪你呢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走走 被擦亮的日子 我也想 你能牵着我的手 和我一起走 操操 我让你愿意 我会牵着你的手 我让你不放手 我就会永远都不放手 其实我真的很矛盾 其实我真的很矛盾 我是一个女人 也是一个母亲 我放不下我的孩子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我能理解你 你想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只是有一条 做了决定 就别后悔 今天找要干什么呀 没什么事 就是想带你去北极 看星空 怎么一听你说 反而让我更冷了呢 别一个人在外面 待时间太长了 早点回家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眼看我们都正在 一点点老去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在场旅途都能 闻到花开的香气 在场旅途都能 在场旅途都能 闻到花开的香气 小姐 嗯 长宝封城 喜欢你 喜欢 我跟你说 哎 哥们 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这有我女朋友 女朋友 你说是就是 你说是就是 我说是就是怎么啦 别会了别会了 小瑞 等一会儿 别别吃了 别吃了 嗯 不是怎么意思 怎么就你自己啊 我 我就是一个人哪 我从来都是一个 我陪你 都不着 一个人多好啊 一个人来 一个人走 一个人活 一个人死 嗯 还可以我 还可以我 可以我 我想喝就喝 小瑞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你跟我说你别喝酒 小瑞你别喝了 小瑞 嗯 小瑞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怎么刚刚也喀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那我 т,那我咬鱼匙 我看我拿鱼匙 我看我拿鱼匙 拜拜 啊 好 我不舒服 太好免你帮帮我 我想你一直这么抱着我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昨晚也喝多了 我送你回来的 把我送回来干吗不走啊 你拉住我不让我走 你现在可以走了 你的事我知道了 我的什么事 整段书我看到了 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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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我们把这个说得了 我开了 你开了 肱总 和你开了 我开了 您好 您好 请喝茶 龚总 乔助理特别强调 每天早上在您上班之前 给您泡好一杯茶 谢谢 龚总 您的礼监需要收拾一下吗 这个也是乔助理专门吩咐的 不需要 从明天开始 您只负责工作上的事 也不要跑茶 好的 明白了 龚总 那我先忙去了 好 好 我跟你说啊 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 抚养费下个月也得涨 行了 你回去吧 我跟曹曹聊聊去 喝好了 我们俩都是误会 吵吵闹闹的没事 你呢 跟龚建说了吗 说了 他怎么说 他说 看我自己的选择 不后果就行 看看 看看人家这境界 对 关浩和他同样是喜欢你 关浩就自私不择手段 龚建全都是为你着想 你别忘了 当初你在关浩男人是怎么栽的 你说这么多年了啊 他就知道想着他自己 他一点都没变 对 他也还是有点变化的 就是反倒更不真实 曹操 你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不管你选择谁 你嫁给谁都是二婚 人生就这么几次重大的选择 选对了 人生就对了 如果你再错过龚建的话 我都替你可惜 我不想错过他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喜欢他你还在这儿犹豫什么 那小萱怎么办 小萱你跟龚浩去争了去抢啊 龚建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为龚建做过什么 再因为龚浩这些事 你再伤害一次龚建的话 对龚建公平吗 好 反正作为姐妹我劝你 幸福就在你身边 走了就没了 你去哪儿啊 找着去 你怎么又吃药啊 吃点蛋糕 嗯 你吃吧 爸爸不喝 光吃药不吃饭 你的病能好吗 只要小萱和妈妈在 爸爸的病就会好的 我和妈妈要是不在呢 二达 爸爸是不会让咱们一家人再分开的 如果你和妈妈要是真不在了 那爸爸的病 真的会越来越严重 真的会越来越严重呢 越来越严重 会怎么样呢 也许会死啊 那眼睛没有办法 我不要爸爸死 我不离开你 我让妈妈也不离开你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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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想当面跟你说件事 你还有事要跟我说啊 我以为昨天晚上 你就已经盼我出局了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说 只要我不放手 你就不放手 这话还算数 算 怎么着 好 我决定了 我要搬出来 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小萱都抚养权了 我会跟关号真道理 孩子十岁以后 法院会考虑孩子的女人 我有信心小萱会选我 但是在那一期 我不能结婚了 这回影响犯就结果 你可以接受吗 这我得考虑考虑 这我得考虑考虑 不能结婚跟不想结婚是两坏事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我的幸福还没有变老 可我也跟你没了小薛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很不公平 我会想这么去 你就是想 又占我便宜 又不想负责我便宜 再也不放地走掉 好了 快回去 收拾东西 收拾好了给我电话 我去接你 üyorum 快回去 我们à saben 好了 趕快回去吧 走了 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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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修程 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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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治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丢到孤儿院门口 差点被冻死 能活到现在 已经算转着了 小蕊 你还年轻 这病是可以治的 我很有信心 我希望你也有信心 我真的很想帮你 秀成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 我想请你帮我一件事 你看 没想到 死了还要麻烦你 不过没办法 不过没办法 我真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托付了 对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热爱身后的一个人 你能坚强一点吗 这病可以治的 我带你去治 我带你找美国的医生治 保证治好你 乔小蕊 我教你 你能别这样吗 我饿了 飘出去吃点东西吧 我换点衣服 你不过来 你到了 你等我一下 我来给你开门 快进来 收拾好了吗 还有一点 你等我一下 就剩你俩东西了 妈妈 妈妈 感谢观看 你不是说了吗 等我找到房子 我第一时间就来接你 你听见没有 你别做梦 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 就不要再想见到你的儿子 好 你是个当父亲的 你又没有想过 你这么说孩子心理上 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你又没有想过 你所做的一切 会给我们这个家 给我孩子的一生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儿子 你给我记住了 他就是我们家的敌人 你 你别胡说你 选吧 选他还是选儿子 我要跟他一起做 我也不会放弃我儿子 放着我 妈妈 诗诗 你干什么你 诗诗 妈妈 他就是个坏蛋 妈妈 你别走 他就是个坏蛋 他就是个坏蛋 妈妈 我不想让你走 你别留言我 别就信我们爸爸 妈妈 我不想让你走 你别留言我们爸爸 妈妈 你别走 妈妈 我不想让你一起 妈妈 我不想让你 妈妈 我不想让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她 她 有我 我 我 你 我 跟着我干嘛 什么意思啊 行 行 来了 你也喝 来 我今天现在就这样追求了 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想跳就跳 没有人能管我 这件事都满足了 你太惨了 行 那我陪你吧 你慢慢回去吧 陆小冲 知道你之后 我也记得你对我好 我甚至觉得 如果今后跟你生活在一起 也许会很好 就像弓箭之道我很好 他也知道 我对他很好 甚至他也觉得 我跟他在一起生活 会很好 但是 代表我 我不喜欢你 也不代表他会喜欢我 到处了 表达 你 你疯我妈妈 你疯我妈妈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做的一切 会给我们这个家 柯有孩子的一生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妈妈 喂 听手 小依的酒吧 你怎么来的 怎么了 我出去给你做吧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整段数我也看见了 这个是我在他们家找到的 跟遗嘱放在一起 他现在唯一放不下的人就是你 好 龚总 只有我们就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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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穿着 满开我 ision 几较 仍仍可 防吧 满 planet sage 坦� Death 也就职ич一点 itas 到 联系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觉得你做错了没有 龚叔叔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咬他 你这样让他多伤心 可是他要把你带走 是妈妈自己要走的 那你走了爸爸怎么办 他都生病了 爸爸说没有我和你 他会死的 你听他的呢 在他不知道妈妈把你找回来之前 他没有你也没有妈妈 他过得好好的 你别再听他胡说了 我们现在打电话 你给龚叔叔道歉 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吗 对不起老大我错了 我不该咬你的手 你原谅我吧 再说一遍 对不起老大我错了 我不该咬你的手 你原谅我吧 爹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我已经教育过小轩了 我现在带她来找你 向你道歉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邓小姐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儿啊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龚总收留我 让我住这儿了 进来吗 不进去了 本来有带小星来 为昨天晚上的事 向你道歉的 老大 对不起 我不应该咬你 其实咬完之后 我现在也很难受 要不你咬我吧 要你干吗 我又不是狗 进来吧 不了 我进去了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 没什么 我不是妨碰的呢 不要 你是有神经病吗 我本来就有焦虑症的 我都告诉过你的 而且我现在吃的药 都是调解神经文 你真的别刺激过 万一被你说中了怎么办 你别拿这个吓唬我 对我来说刚好 你自动丧失了 对孩子的抚养权 你倒是提醒我 为了儿子 我觉得我应该 时日刻可不是清醒 你去跟小薰说清楚 说你什么事也没有 你不要影响 孩子的心理健康 这一刻我真觉得挺幸福的 他儿子真关心你 那天我给你发的彩精 你看了没 我是怕你难过 我就发了一张 不过我电脑里有很多 我打开给你看 有火队员啊 你跟踪狂啊 你官司都打赢了 你在那偷拍什么东西啊 我跟踪他干嘛 我是撞上了 中国人有句话叫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 你怎么还那么单纯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男人 他跟你不一样 他跟我是不一样 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有前女友吗 你自己做个什么事 让人自己心里清楚 你以为给我看这些照片有用吗 我告诉你 就算他跟别人 躺在一张床上 我也信他 我说曹操 你怎么还那么蠢啊 他就是个伟君子 你给他骗了 你知道吗 我乐意 我高兴你管得着吗 只要你不在我背后放冷枪 我就谢天谢地了 谢谢你来看我 你跟邓小姐解释了吗 你是不是告诉他 我生病的事了 没有 我答应过你 不跟别人说 放心吧 那他相信了吗 对不起 都怪我 别操心这个了 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赶紧去医院 这要是智商 万一运气不好 还没现在活得久呢 鉴于我运气一向不太好 我还是把心愿先聊了吧 什么心愿 我第一个心愿是 跟你看一场恐怖电影 坐过山车 排婚纱照 去山顶唱歌 还要吃一顿你为我做的饭 你愿意 帮我做完这些事吗 如果做了 你就回去医院 这样就没有遗憾了 这样就没有遗憾了 不怕死 也不怕活